部长 阳卫好 部长你好 我想台纽协议 纽西洋方面是在9月30号的时候 通过国会授权来通知我们 是吗 是的 那你认为这一个协议通过之后 对我方有什么样的一个贸易促进 以及经济发展 请教 我想我们跟纽西兰完成经济合作协定 对于我们双边的经贸投资 当然都会有正面的帮助 除了这个之外 将来其实我们对于跟其他国家来洽签FTA 甚至于对我们加入整体的区域经济整合 其实都有正面的效益 尤其是我们跟纽西兰的经济是互补层面非常的高 我相信对我们双方面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也是完成协定的这个开端 那目前在外交部里头 我们跟其他的国家还有哪几个国家正在谈 我们现在在推动的重点 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跟TPP有关的 比方说TPP现在一共有12个国家在参与TPP的谈判 那这些国家其实都是我们在联系的重要的对象 目前你们联系的进度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台商 全部加码在TPP的这个国家12个国家之内 那如果我们没有加入进去我想对于我方的一个权益绝对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所以请教部长目前在TPP的这个会员国里头 包括预定要加入的 那么我们目前有哪一个具体的建议 下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新加坡 我想大家多了解 我想我们正在做这个最后文字的修订 应该 预计台新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我们相信应该是很快了 很快是今天还是多久时间 这个时候需要一点时间的 新加坡大师你们预计的时间 我们过去曾经提过是希望能够在年底之前 也许会提早 也许会提早 这个还在做最后的时间 现在所有五大洲的经济可以说是全部融合在一起 如果没有这个通路 我想这个是完全会非常严重的冲击到我们的这个经济 所以台湾唯一的出路就是开放 这是非常的重要 我不断的在说台湾唯一的出路就是一定要开放 跟世界各国来接軌 所以外交部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了 那么因此我们也希望台新的部分 因为刚刚我们在经济委员会 部长也非常的辛苦 也感谢我们这个主席 大家双方的一个合作 我们刚刚已经完成贸易法的这个修正条文 为了也就是我们的台纽能够尽速的来完成 我想这是一个起点 我们也希望用这样子大家全力来拼经济 让我们的国人都能够感受到 而且让我们真正提升我们的经济 让人民好生活 所以外交部要加油 我们会加油 我们会跟经济委员一起来努力 我们希望台湾唯一能够在年底以前尽快的完成 那接下来主席来本席想邀请我们的这个经济部长 跟我们农委会 部长 我想要特别的感谢 我们从早上九点开始 不断的寻答 以及不断的研讨 终于将文字 我们正式的出了这个经济委员会 也达成朝野的共识 这是我本人感到非常的这个欢喜的一件事情 是真正的为我们的经济大家努力来拼 而且有这个很高度的一个效能 我要特别感谢你 这个也要非常谢谢杨伟 但是在这边我们还要继续讨论 因为我们知道 货物贸易协定 我们已经延缓 而且厂商已经有忧心 那么服务贸易协定 现在也在做工厅会的这个脚步 我们也希望经济部 在对于国人的一个沟通跟说明 要用非常清楚的文字 而且语言让我们所有的民众大家了解 而且多管其下 多管其下 这是我对于你经济部的一个要求跟建言 因此我们回到主题 也就是服务贸易协定 通过之后 我相信有一些产业的冲击 站在你后面的农委会的单位主管 我相信第一个就是非常的忧心 以我台中市来讲 我们有农业县 有都市的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有这么好的产业 但是通过之后 我们必当有冲击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农民来讲话 所以虽然说协议的部分 那么可以种子 总量数 它是plus 但是 部分冲击的这些类别 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 所以据本席的这个了解 也就是对于农业的冲击 应该会36亿以上 一年度 甚至会更高 那么刚刚我也得到一个讯息 也就是说 这些的冲击 农委会的这个单项 预计有将近78亿是吗 78亿来请说说明 跟委员报告 来协助 中经院的话是平均是35亿 那我们的今年的农损基金 会这个国库会拨补 就是4亿到农损基金来 来做这个产业结构调整 或是必要 如果进口损害的时候 就在里面指引 就要怎么样 就在这个基金里面就是农业进口损害基金里面 所以换句话说农损本来就有基金嘛 农损有基金 那你94亿是另外加注的 就是由国库在明年度 会拨补94亿到基金过来 确定拨94亿 由国库拨94亿 专门就是针对农损的这个部分 加入到我们的农损基金以协助我们这些农业跟辅导 是吧 是 你认为农民可以接受吗 这样子跟委员报告 在这农损基金拨进来95亿 在明年是用途大概85亿左右 84亿呢 约有14亿需要产业结构调整 所谓产业结构对养猪啦 或是养鸡啦 比如养入这种产业结构调整部分 那明年呢?后年呢? 后年还是会变 因为现在的这个 就是固定都是以94亿左右的这个金额由国库拨补资 也不一定 有时候看多少是整体财政的这个处理 你不能这样讲 这样讲本期不同意 明年103年是94亿 财政上我都给你拐掉了 我事给你補不够 我怎么办呢?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里面还有这个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安 当然 一定会来治理这个 所以本期强烈要求 你一定要跟全国的农会 农民去说明清楚 不可以让他们走贏的 政府一定有这个责任要全面的去照顾 我们不可能说牺牲了我们的农业 来成就了部分的人 这是绝对不容许的 我们应该是要完成山营的一个政策 施损的人应该我们要由剥补资来协助他 应该是如此 是吗? 有些部分比较影响比较像陆荣 或是叶太祖的部分 最特别的权利 前你将详细的书面资料给本新 部长 我们知道你在这一次APEC的会议里头 表现得非常好 而且你以经贸代表的身份呢 据闻 你跟美、澳、纽、新等国家来进行 这个正式与非正式的一个双变谈判 是否 美、澳、纽、新 还有其他国家 还有哪些国家 我想我们因为接触态度 我没有仔细去算 你不能说你不能这样堂塞本席 不是 因为基本上我们利用有限的时间 我们也希望有成果 尽可能去跟其他国家都做正式或者非正式 所以本席刚才说你可以答 是正式或非正式 所以你可以答 美、澳、纽、新、甚至更多的国家 因为新加坡就住在我隔壁 所以我们一直在交换意见 所以财新会更快去达成吗 是不是 我们希望这样 是不是 所以大家也有在说 日本的媒体也报道 包括我们自己也希望 也就是我们的 跟日本的台日经济合作 这个贸易协定 有没有这回事啊 我们有跟他们提出一个建议的方式 他们正在考虑之中 所以换句话说 跟安倍的这个见面是确认的 我本人没有跟安倍见面 我帮 那是领袖会议的部分 那是领袖会议的部分 因为我是参加的是贸易部长 因为部长坐在这里嘛 所以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这个就我已经离开了 我已经先回来了 你已经离开 那请主席来 不好意思 就请外交部长答复 有没有就好了 好吗 好 这个杨伟委的时间已经到了 好不好 OK 就答复有没有就好了 日本的这个事情 那里 那里啦 就一句话就好了 跟委员报告 我们跟日本方面 在这次的APA领袖会议里面 我们的领袖代表肖前副总统 跟日本的首相安倍 室友在场边会晤 是确认的嘛 所以我们希望把台日 经济的合作协议 也能够脚步尽快嘛 那我们希望逐步的来加强 那为什么日本媒体要反对呢 会说没有呢 所以我也请外交部 一定要理清楚 好吗 谢谢